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7月10日 对于喜欢孙颖莎的球迷来说 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孙颖莎小莎莎 入选奥林匹克官网公布的 最值得关注的12位顶级运动员 中国队在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项目上 从未让金牌旁落他人 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 希望能在巴黎继续保持这一纪录 作为未免世界冠军 她将以夺金热门选手的身份 出征2024年巴黎奥运会 在已经取得2023年世锦赛冠军 2022年亚运会冠军 和2024年两次WTT冠军赛冠军 等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 她将再接再厉 这位2018年布宜诺斯艾丽丝青奥会冠军 还将与2020年东京奥运会冠军陈梦 和2021年世锦赛冠军王曼玉 一起参加团体赛 看得出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球迷 都对孙颖莎小莎莎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音音期望 从这篇短短的几行文字中不难发现 官方也认为 莎莎能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夺冠 值得说明的是 在这份12人大名单中 莎莎成为唯一的中国选手 力压跳水项目的全红蝉 以及网球运动员郑金文 和排球运动员朱婷上榜 对莎莎来说是一份荣誉也是鼓励 更是一种认可 这12位运动员分别是一败而私 美国体操 二战姆斯 美国篮球 三理查德森 美国田径短跑 四马尔上 法国游泳 四百米混合泳 五二格内努 法国柔道 六基普桥格 肯尼亚 田径 马拉松 七度普兰蒂斯 瑞典 田径 撑干跳 八孙影沙 中国 乒乓球 九乔普拉 印度 标枪 十莱亚尔 巴西 滑板 十一 德约克维奇 塞尔维亚 网球 十二 蒂特莫斯 澳大利亚 游泳二百四百米自由泳 在这里再一次恭喜我们00后小将孙影沙 获得这项荣誉 果然刘国良没看错他 记得东京奥运后评嫁沙沙的时候 刘国良就说 孙影沙不仅仅属于乒乓球这个项目 他是整个体育界的偶像 从东京奥运周期的世界杯亚军和奥运会女单亚军 到现在豪懒德班士冰赛女单冠军 以及澳门世界杯女单冠军 莎莎仅差一枚奥运单打金牌就成为大满贯球员 而且莎莎的每项金牌的获得含金量十足 她值得官媒和球迷的认可 东京奥运会上那个20岁的小姑娘 在女单和女团项目中两次打败头号劲敌 伊藤美成振奋人心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今年的釜山士冰赛 这位23的小姑娘再次立挽狂澜 在女团决赛中 一人两分帮助中国队3比2击败日本女队夺冠 澳门世界杯1比3落后下 逆转队友王曼玉夺冠 小小年纪那么坚定 这可能是大家喜欢杀杀的原因吧 奥林匹克官网对孙颖莎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文中仙说 国拼在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项目中从未失守 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将力争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延续这一记录 奥林匹克官网认为孙颖莎作为世界冠军 将以金牌的热门人选身份前往巴黎奥运会 看来奥林匹克官方对孙颖莎也是寄予厚望 官网列了孙颖莎近期的优异战绩 莎莎在2023年WTT总决赛杭州亚运会 以及2024年两次WTT冠军赛上取得佳绩 她将力争在巴黎奥运会再创佳绩 另外孙颖莎还与陈梦、王曼玉一起参加团体赛 孙颖莎将在巴黎奥运会身兼三下 以她的实力以及国兵的整体实力 她有望获得三枚金牌 那将创造拼弹新的历史 另外如果孙颖莎夺得女单金牌 就可成就大满贯 而且是用最短时间成就大满贯的球员 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 希望孙颖莎在巴黎奥运会创造佳绩 此外众所周知 奥运会是全世界体坛的盛典 各项运动的参赛资格大都非常宝贵 许多名将因为竞争激烈而无缘参加 乒乓球界自然也不例外 像中国队内就有许多世界顶尖级别的高手 无奈落选 外协会同样有类似的情况 今年奥运会有四位 堪称国兵劲敌的运动员都无缘参赛 其中三人就是因为在队内竞争中失利 而无缘直通巴黎 还有一人在比赛开打前夕 无奈殷商退赛 下面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吧 第一位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 落选 弗朗西斯卡的情况和李尚珠有些相似 他在前几年的比赛中 就曾打败过国兵五大主力 马龙 樊振东 许新 梁静坤 林高远 而今年又再次战胜马龙 樊振东 随后世界排名跻身南丹前十 并且成为德国队内的第一名 但是弗朗西斯卡发力的时间太晚了点 没能敢在德国兵协提名奥运选手前 有效提升排名 再加上其他大赛成绩不突出 曾经的混双搭档索尔加早已退役 于是也遗憾落选 第二位德国选手韩盈 退赛 相比于以上三位直接落选奥运会的运动员 韩盈的情况更令人感到惋惜 作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女团亚军得主 韩盈近年来仍然是德国队的核心主力 去年有战胜世界冠军陈幸彤 今年更是被国兵列为女单第一集团对手 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入选了巴黎奥运名单 结果却输给了伤病 今年1月 韩盈在WTT多哈球星赛中 摔断右脚跟腱 手术后休息近半年再复出 结果又在7月的WTT曼谷球星赛上 出现左脚跟腱断裂 最终只能无奈退出巴黎奥运会 的确是时运不济 第三位韩国选手李尚珠 落选 李尚珠是国兵的老对手 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打败过马龙 后来还击败了国兵主力张继科 许新 林高远等人 2023年李尚珠暴冷首次突破樊震东 2024年更是在士兵赛这样重要的大赛中 击败马龙 不久后又战胜林高远 由此而实现一年时间内 三次掀翻国兵主力的壮举 然而在其他比赛场次中李尚珠输得惨不忍睹 经常早早出局 最终世界排名未能击身韩国男队前二 且没有拿到混双资格自动入围团体名单 由此而落选所有项目 第四位印度选手A.穆克吉 落选 A.穆克吉是兵坛的超级大黑马 在今年士兵赛的第一场 第一盘比赛中就掀翻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兵主力孙影沙 而早在去年的时候 A.穆克吉还在亚运会上 与搭档S.穆克吉一起突破国拼防线 战胜了女双世界冠军组合 陈梦斜杠王毅迪 作为平坦罕见的正手生交 反手防胡打法运动员 A.穆克吉特长突出 漏洞明显 平时比赛成绩糟糕 最终世界排名连队内前三都进不了 由此而无缘出战巴黎奥运会 除了以上运动员 日本奥运冠军伊藤美成 瑞典世界冠军法尔克等人 也是落选奥运会的顶级名将 不过他们对国拼的威胁已经大步如从前 此外 平坦还有许多优秀的选手 虽然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但也未能入选单打项目 比如中国的马龙 王曼玉 庄志渊 以及德国的波尔 日本的张本美和 韩国的林中勋等 人生总是充满遗憾 那就祝愿他们在其他项目中尽情发挥吧